欢迎回到美丽星台湾 有着餐饮和观光背景 同时也是台湾第一个 做米其林研究调查的研究员 陈洪志 2008年返乡 将自己所学的商业产销经营理念 协助父亲的兰花产销班 做行销整合 同时也为自己打造一座 复合式的花园农场 开展产业新奇迹 我们只觉得说 在休闲这一个产业 一定是台湾未来的走向 所以我们基本上 先让我的氛围把它做出来 所以你会看到 我背后这一个建筑物 它是一个教堂的氛围 因为在台湾人的一个 花卫使用习惯 婚宴是最大的一个环块 我们讲的怨妇价值 身份上来讲 所以我希望当初 在规划这一个区块的时候 就有一个比较象征型的 一个建筑物在这里 餐厅外观设计成类似教堂 而餐厅内正举办一场 新人相许 亲人祝福的温馨婚宴 而这座餐厅在未建造之前 陈洪志在2008年 结束了知名餐饮集团的工作 一切归零 回乡帮忙父亲的兰花产业 花了大概两年到三年的时间 把全台湾的 从我们的地区的 所谓的农改厂 到各大学 有相关的花卉的科系的课程 我大概都上了一遍 那把所有的reference文献也都看了一遍 然后才决定说 我大概在这一个领域上 我要往什么方向去发展 陈洪志积极为产销班写计划 并争取新的农业科技 导入与补助 希望尽快将产销班带起来 我用了很多所谓的统计方法 跟一些知识管理的方法 让这些知识在我们的彩销班 将近三四十个花农里面 大家是同步的 那这里面我也用了很多一些奖励方法 激励方法 把一些良善循环的东西 在我们彩销班里面 不断地让大家可以共同得取这一个薪资 而且累积将近二十年 才从人工喷水或喷药 改为自动喷水喷药系统 节省了不少时间与人力 当时陈文勤租下2.5公顷的农地 并且以Honey Angel 垫下文心兰的产业基础 我们都是外销到日本 所以我们后来在民国93年 又从日本引进一支柠檬粒进来 就是Honey Angel甜蜜天使 那当时我们一支花 那个文心兰这个柠檬粒这支花 一年年平均农民所得 一支花可以收到60块钱 这个在农产品来讲是 收入是相当高的 收入相当高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的扳演也是借起机会 赚了一些钱 这些钱打了很大的基础 受到日本商业喜爱 经济价值高的文心兰 却因为气候变迁以及南部连续降雨的问题 种植的面积不得不渐渐缩小 因此陈宏志希望能找到有潜力的花卉 我们最早期只有生产文心兰 所以我们在2011年开始就开始在规划 怎么去引进新的耐热品种 那所以才会现在在天使花园里面看到 我们的圣耀兰跟万代兰这些品种 那这个完全都为了抗热这件事情 来做的预行准备 直至2015年 陈宏志渐渐感受到 一直停留在生产阶段是不够的 需要有一个花卉为主题的空间平台 来做永续推广基地 我们客委会的一个 六堆十二个亮点的一个计划 他们希望说可以把 这些本来做生产的一些商家 可以提升他们的能力 所以在那个时间点我就觉得 我应该把我过去的专场 观光跟餐饮的这一个方面 再回来结合我们的花卉 原本只是经营散客为主 但在屏东的消费族群远不及北部 陈宏志才开始思考 以婚宴模式作为主题经营 我们大概在2017年左右就开始把 这个婚宴的这一个模式开始落进来 那加上我算是在台湾很少数 在1990年我们就有户外婚礼的经验 那我们就把我过去20年前的一些专场 把它融入到目前的秀钱农场的一页来 并且增加一些多元性的农场体验活动 如兰花花树DIY 柠檬醋DIY等等 也为家乡的产业与观光打开能见度 未来临近我这边也有很多的养虾 白虾 泰国虾 所以我们也开始做一些 我所谓的叫渔村小旅行 但是这个渔村就不是靠海的那种渔村 反而是把我们在地的浮流水 跟我们的养殖的这个环境 透过这个方式介绍给大家 不只是一个餐厅 不只是一个休闲农场 它更多是我们在地小农的整合平台 所以我们在餐桌上 我们就会融合我们在地的一个食材 然后透过这个方式 我也来协助大家 协助大家这种小农 怎么去发展 把这个产业也做散了 在2020年疫情期间 陈洪志推出设计花束礼盒 会赠给全国53间重症收治医院的 第一线防疫人员 与国内288间各大饭店 及休闲农场串联 希望透过花卉 抚慰医护人员的心灵 当时台湾在整个防疫期间 大家都不能动过状态下 那其实我们的花也送不出去 但是我们不希望 让这个花农的心血 就像国外一样 就倒到垃圾桶去 所以我在想说 怎么把这个爱心 透过这样的一个传递 让我们台湾 彼此之间可以紧紧的 一个互相合作 拥抱在一起 而在2022年 屏东竹田香耗时六年 终于获得意大利国际曼城认证 小农村的生活态度融合肯定 成为全球第278座 全台第五座 同时也是屏东首座国际曼城 橙红制旗带 除了延续父亲的传统花卉产业 也做出地方特色的休闲农场 为家乡增添新亮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